大家好,欢迎来到可爱妞妞的小窝,我是万万,又见面了朋友们 在这里呢,万万给大家拜一个晚年 祝大家新春快乐2021年继续更幸福,更健康,更平安,牛气冲天 春节快乐朋友们 那今天的这篇美妆日记呢,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这一个 Westman Italia他们家的底妆品啊,然后打造我今天的这一个底妆 然后呢,我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新品要跟大家分享 是Jill Stewart,这个呢,是我在Beauty上面买的 然后正好呢,我新买了几个刷子,然后我看到这一个彩妆盘出现啊 它这个是拉链这种的,我对这个品牌呢,也盯了一段时间 但是正好这一个All in One,我就把它收了 给大家看看,上面这几个呢,是它的眼影 这是它的定妆粉,下面是普通的定妆粉,上面这两个呢,是Brightening 然后这边是它的三红高光,然后这个刷子也非常棒 这是它的这一个唇彩啊,然后我今天呢 眼妆啊,我也用了一下 然后呢,其他的这一个口红的产品我也用了 然后就用这些呢,打造一个Full Face这样子的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我今天的这一个妆感啊 很日系,很bling bling,很自然 除了这一个不太适合现在戴口罩的时候去用它 但是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这样子的 真心是很满意我今天的这个妆效 Jill Stewart这一个呢,是我今天第一次用 所以是初印象一个视频,但是 Westman这个名字 Westman Italia这一个啊 我用了好几次了 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做一个上妆的这一个demo 但是我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这一些这个品牌的看法 第一,它是一个啊,算是一个高收品牌的一个彩妆 包装非常我的彩啊 简单啊,一个裸色,黑色,灰色 完全我的彩 我对它的这个设计,怎么说呢,design非常非常非常的中意 非常的喜欢啊,然后以至于就想多收几个东西这样子的 那这一个呢,是它的这一个啊,粉底条 呃,我是混油性肌肤啊,然后38 38岁的肌龄啊,我就是按周岁算的啊 然后呢,oops 然后呢,呃 主要的问题就是均匀肤色,那我肤色比较暗沉嘛 就是均匀肤色,然后调节一些啊 过敏的地方这样子的能达到 对于我来说就是非常棒的一个底妆 那我自己呢,是不用特殊的这一个打底的产品 除非特殊需要啊,但正常的话,我就是防晒霜加底妆 所以底妆呢,在我的防晒霜上边 然后运行的非常好的话 对于我来说就会成为我最爱的产品啊 那里边呢,长这样子 然后它是这种磁铁的包装 所有的都是啊 然后这是它里边的产品 质感呢,一会儿在上妆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它非常的sticky 就很creamy的那种粘稠度 啊,就是很creamy的粘稠度 不能说它不是不好的词语 就是它非常的creamy,非常的sticky 感觉会很持久 然后晕染开之后呢,又很服贴 颜色上面,我的是五号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完全是我的肤色 非常非常赞 那一个问号就是呢 我是混油性肌肤 它现在冬天 现在这个很干冷,很干冷的季节呢 它也会让我有点出油的状况 那即使我定妆 它也会有出油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太适合 非常油的皮肤去用它 然后比较适合中性 混油,混干,干性 干性皮肤去用它这种的 油性皮肤应该是不太 不太喜欢这一个了 我觉得是啊 因为我是混油性肌肤 夏天的时候 我不知道它在我的脸上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 它出油还蛮明显的 就是T字区这个位置 所以呢 油性皮肤的朋友 我觉得可以绕道走了 除非你用这一个 非常控油的这一个 primer做打底 我只能做这个猜测 因为我是火油皮 这样子的 这是它的这一个 粉底条 然后腮红非常爱 它的腮红呢 一点都不steaky 一点都不是那种 所谓的那种 你知道 cream那种的 有一点powdery的感觉 暈染开之后呢 它就set下来 给你一种比较sheer 比较透肤的这一个 有一点点好气色的 blush这种感觉 就flush blush这种感觉的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质感 说一下这个contour 这个contour呢 喜欢修容的朋友 一定要去收 色号呢 biscuit这个颜色 biscuit这个颜色呢 适合我觉得我们 亚洲所有的肤色啊 然后你用量不要太多 我今天有用在 我这一个contour一小下 我正常的话 是不是经常contour的一个人 但是如果你要contour的话 我觉得这个颜色 非常适合我们 就是一个词 自然 你不希望这块是一道 就是像很多你知道 非常artistic那种的 彩妆师 你不需要太多的 一道一道那种 就自然 就是自然的话 真心很棒 如果Kevin Alquan 那个粉 你用不好的话 或者是Huda Beauty 那个tentour 你又觉得太pigment的话 然后非常棒 contour应该会很用很久吧 然后买一个自己很喜欢的 我觉得比买那个Dior的四色 只能用一个颜色 那个要好很多 好很多这样子的 然后呢 Jill Store的这一个呢 就不用多说了 今天第一次用爱上 爱上啊 我觉得如果有的朋友 你也想试这个话 你不妨也试一下 这一个啊 彩妆盒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也不是非常的贵啊 大家应该都是可以接受这样子 不是开价了 但是我觉得 所有的产品都可以尝试到 还是不错的一个套组 这样子的 一个礼盒这样子 接下来素颜开始 我们就边上妆 然后给大家在动作上 看一下这些彩妆品 上妆的感觉 OK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啊 上妆 我最后一层呢 没有用什么特殊的 这一个打底 用的还是我的这一个 普通的防晒霜 然后我们先用一下 它这一个粉底条 我的色号呢 是五号还是六号 应该是六号 五号 OK 质感呢 非常的creamy 我这边呢 用这一个美容蛋 然后这边边呢 同样的 然后我们用这一个刷子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 小小的对比啊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刷季跟美容蛋 感觉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但是 因为上妆嘛 所以我们就是 看一下这样子的 OK 很好暈染 然后有一点 然后有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光感在啊 然后 在我的脸上是明显 有radius的感觉 因为我混油肌的关系 但是 真的很薄 真的很不错啊 然后周霞丽呢 对于我来说 我现在这个用量 轻度以上 我不能说达到中度的程度 你可以看到 我鼻子这个地方 还是有一点泛红 啊 透出来 但是非常的skinlike 而且这个颜色 对于我来说 也非常非常的正啊 看一下 没上妆的 看一下我这个过敏的 小疙瘩 不是纤币粉底液 是我新用的 那个super group的 新出那个 就是 叫什么防晒霜 闷出来的 这一些小闭口 OK 然后这半边脸呢 用刷子 你去涂抹的时候呢 你就会感觉 它跟一些 像我之前评测 那个兰蔻的 那个粉底条 质感就很明显 很明显 是不一样的 就比较creamier 比较sticky一些 比较粘稠一些的感觉 但不是不好的粘稠度啊 就我的意思是说 很creamy 然后这边呢 我用的是 It Cosmetics的 这个Kapuki Brush Flat 6毫刷 如果有的朋友 你是非常非常喜欢 自然妆感的 skinlike的 这一个底妆的话 这个真的是 实在实在是 很棒的一款 分底条啊 然后 不会给你任何的 这一个 什么 一道一道的 就是不太好晕染啊 或者是给你 一种负担感 或者像有的朋友说 就是好像 会不会很干 但这个就是真的 真的是非常的creamy 在我混油性肌肤的脸上呢 持久度 持久度也蛮不错的 我自己还蛮喜欢 这一个的 可以看到 真的 妆效是真的很漂亮 我不能说 它非常的duy 我只能说 挺自然的一种感觉 就是你皮肤 自然的亮泽度 然后自然的 这一个妆感 然后自然的 这一个 就是你的皮肤 就是你该有的 好皮肤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一个 粉底条 真的有看到 它的高度啊 然后接下来是 它们家的这一个 contour stick 然后我买的是 比较浅的 这个色号 叫biscuit 黑色的包装 它们家的包装 真的是完全是我的菜啊 大家就是 真的 很漂亮 然后呢 我先用这一个 contour一下 你可以看到 这个颜色啊 是灰色的 它就是 contour用的 不是所谓的什么 bronzer啊 然后鼻子这 我正常的是 不怎么contour的 但是用一下 ok 然后我用 real technic的 contour brush 暗染一下 非常的自然 如果有的朋友 你觉得什么 Kelanel Kwon啊 或者是 呃 那一个 Huda Beauty的 tentour 太夸张的话 这个你应该会爱上 K 然后 鼻子这 来一点 你整的 有看到区别吗 有一点点 黑漏的感觉 对不对 非常的自然 非常 非常 非常的自然啊 然后 腮红 这一个腮红呢 我真的很想去收 其他的 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 颜色啊 我觉得它的质感 该怎么说 朋友们 有一点 powder那种感觉 一点 sticky的感觉都没有 感觉就是那种 powder 然后固化 在这一个stick里边 非常的 怎么说呢 矛盾啊 但是 真的是 超级舒服的一个质感 我那天把它画到我那一个 定妆粉的上边 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用手 我给大家试一下啊 这边用手 涂抹 没有任何的负担感 这一个颜色呢 比较偏 pinky neutral mau 这种感觉的 看一下 然后这边呢 我用这一个 刚才粉底液这个 美容蛋 去约然它 就要试掉很多 跟这一个 相比 OK 这个是 Western Italia 他们家的这一个产品 我真的真的很喜欢 这个 我可以看到它的高度 我觉得就是有预算的朋友 的确就是 蛮值得入的一个底妆啊 至于他们家的 其他的产品 我对高光很感兴趣 然后腮红呢 我很想再收两个颜色 至于他们家的口红 那个盘 我应该是不会去买的啊 然后从颜色到质感上 到其他的 就是不太是我的这一个风格 所以呢 带给呢 真的真的是很漂亮 真心很漂亮 然后装盘 这一个彩装盘里边呢 东西还蛮全的 说实话 我自己主要就是想试 这一个 叫什么 Jill Stewart 它这个品牌的产品 它这里边呢 有这一个定妆粉 也不叫定妆粉啊 有点像 brightening powder 那种感觉的 正好呢 我定一下 我眼的下边 哎 然后用Winggoth 然后刷子 我就直接粘上这一个 粉 混到一起 然后我看一下 有没有 哇 哇 大家立马亮了 香味很浓啊 上面这一个 purple的这个powder 超级体量 大家自己要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下 OK 然后 我沾一下 下面的这一个定妆粉 看一下 有没有blur的效果 有点泛白啊 说实话 有点cast在上边 因为它是有颜色的 然后接下来呢 是它的这一个 三红加高光 三红这一个呢 它是花瓣型的 不知道大家可以看清楚 然后这边这三个是雾面的 OK 然后这边这两个呢 是有点高光感的 啊 这种感觉的 可以当这一个 高光的产品去用它 然后它这里边呢 带了一个小刷子 我们就用一下 它这个小刷子 蛮可爱的 哎 我们就用一下 它的小刷子 然后刷一下腮红 再刷一层 OK 看一下 我的妈妈呀 超级上色 这个刷子还蛮好用的 这个刷子蛮好用的 哎 我的天哪 太漂亮了 这一个刷子 这个刷子要留着 我刚开始本来想着 哎呀 把这个刷子扔掉吧 这刷子大家不要融掉 这些很好用啊 这里边好像还带了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东西 就是上这个眼影 我基本上不用这个上眼影啊 我们先画一下高光 我用一下它这里边的这一个 亮晶晶的这一个高光 其实可以跟三红一起搭配用 但是 里边有 Shimmer OK 现在我Shimmer这种高光呢 其实不太是我的菜了 我比较喜欢 SHIN那种的 但是这个当成这一个 TOPER的话 还是蛮OK的 但是你会明显看到 你脸上的一些 Shimmer的感觉在这上面 不是那种 PURLESS那种的 但是我蛮喜欢 这一个彩虹的 定妆粉 OK 定妆粉稍微有点偏干 夏天的时候可能更好一些 因为它没有bronzer 所以我今天也不会用bronzer这样子的 下面呢 我们就用一下 它这一个上面的 眼影 我还蛮喜欢它上面眼影 这种感觉的 Bling Bling的那种感觉 来看一下 OK 只有一个深色 这个深棕色是雾面的 其他都是SALENT FINISH的 嗯 应该怎么用呢 OK 不管它了 我直接 先用手 好 我用最中间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画在我整个眼瞼上边 质感非常的drill 有点Bling Bling SHIN那种感觉的 亮泽度是我自己喜欢的 我先把它用手 打在我整个眼瞼上边 好好看的一个颜色啊 大家 真的很好看 然后我找一个 斯芙兰的这个沙子 然后我沾上它这个里边的这个雾面的 OK 上色度适中 不是没有上色度的 上色度适中 然后我加深一下眼尾的这个位置 我们就简简单单的 画一下 我很喜欢的这个眼影 蛮漂亮的这个眼影 OK 然后我再找一个扁头一点的刷子 然后沾一点这一个 Rose Gold这一点感觉的 稍微的提亮一下内眼角 感觉用手更有亮泽度 用刷子好像上色度很一般 很日系啊 就是你看那种日系的杂志那里边的 它基本上感觉都是这种亮泽度的 然后呢 然后我用Rimo London的这一个03号的眼线笔 下身一下我这个眼线的位置 OK 然后下眼线 睫毛膏呢 我用的是美宝莲的Sky High这一个 这个睫毛膏呢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我并不是非常的喜欢 我觉得它没有那一个Hourglass的好 我感觉多用几次之后 它的这一个formula呢 干掉一点点之后 我还蛮喜欢它带来的这个长度的感觉 浓密度的感觉 应该说是长度的感觉啊 然后浓密度和黑度的话 我更喜欢Hourglass一些 最后呢 就是它们家的这一个唇釉 然后这里边带的色号呢 我很抱歉大家 我看不清啊 姿态小了 先给大家看一下的这种质感 这是它的小刷头 小刷头 我一找就忘记我这个相机是 这个高清的这个镜头换掉之后 就不用那么近了 所以还在摄影中 大家看到这个颜色 Jill Stewart Jill Stewart 这一个大家 朋友们 我有点惊艳啊 这个powder定下来之后 就没有那么干了 而且有一点 不知道该怎么说 有一点自然的适应在我的皮肤上面 是我的错觉吗 是我的错觉吗 大家 大家觉得呢 但是我唯一不喜欢的一点 就是它有一点点 cast 有一层白色的cast 在我的脸上 就是 brightening那个powder 我还蛮喜欢的 brightening 上面这一个 有点粉紫的这个powder 我还蛮喜欢的 OK 然后眼影 这个Shimmer的眼影 我给大家试一下这个颜色好了 给大家试一下 在这个Shimmer眼影的颜色啊 然后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哇哦 非常非常漂亮的质感 很有质感的眼影啊 很有质感 有点忽略它了 然后腮红高光我也很喜欢 虽然这个高光是Shimmer那种的 但是我觉得跟腮红 一起来用的话 反而有一种 哎 怎么说呢 很有质感的感觉 很princess 很少女啊 这一个整个品牌的 这一个包装也好啊 整个concept的也好 但是真的真的很漂亮 然后这个唇釉也很好看 唇釉也很好看 大家 唇釉也很好看 OK Jill Stewart OK 今天的这一个装相呢 真的是非常喜欢 然后想要在动作上给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每一样产品都超级推荐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对这个品牌感兴趣的朋友 你也可以从这一盒下手 不到70块钱 我觉得是 all in one 这种的去试他们家比较classic的产品 还是蛮值得一试的 这种在beautery上面买的 那今天呢 这一个上妆分享新品review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提供的信息呢 可以帮助到大家去选择这些产品 如果你喜欢这篇美妆日记的话 不妨多多点赞一下 新来的朋友 如果你对彩妆感兴趣 应该说对美妆感兴趣的话 就订阅一下我的美妆频道咯 我们就下篇美妆日记 再见了大家 bye